大家好 歡迎收看NITIA 我是Anita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Glyph這個平台 它是一個可以給大家免費 免VPN 用No Code的方法去Call API Call LM 甚至是Gentle的平台 但是由於它本身是一個 想讓大家感受一下AI的平台 所以它是沒有深入去 去Integrate其他工作平台 再加上有很多觀眾都問我 如何可以Integrate 去Facebook、IG 但是Facebook和IG的API 實在真的過得太快了 我不想這段影片出完 那段影片已經不成功了 所以我今天會介紹另一個 AI工作流程Plattform 還會逐步逐步地說一下 如何可以每一天自動化幫你出Post 那我們馬上開始 這個平台叫做Make 我們一起來看看它的Web site 基本上就是用這些Tree Notes 來搏造一個Workflow 我們會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例如是Google Sheet 然後OpenAI它也可以Integrate 之後不如我們下去看看 大家會很關心的Pricing 它總共分開四個Plan 首先第一個是免費Plan 我們先看看包包些什麼 那個No Code的Workflow Builder 就包了 有二千多個Apps 其實我們都不太知道它到底欠什麼 我們不如看看高加一個Plan 是多了些什麼 有Unlimited Active Scenarios Chenarios就是你當是它的Project 自動Schedule的Execution 它會有一個一分鐘的Interval 以及它可以Access它的API 剩下的就是一些Pro Plan 或者Team Plan 如果你是公司的話 可能就會需要用到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我覺得Free Plan暫時都挺夠用的 除非你要自動超過一個Project 不如我們下去就 Login去看看有什麼玩 由於我之前已經Login了進去 大家入圈的時候可以選用 E-mail、Password 又或者用Google、Facebook、AppleLogin 我們進去 首先選Chenarios 這個就是我之前做的 在我的IG用的Active Scenarios 我可以開一個新的我們看看 首先我們給它一個名字 我這個是Testing用的 你會看到這個介面 其實就是一個大的加掣 我們按下去 這個就會是我們的Workflow的起點 按下去就會是你用到的工具 例如是它有Google Sheet 剛才也說過 按下去你會看到它實質可以做到什麼 譬如是它可以watch new roles 即是當有新的Role加入的時候 它就會trigger你這個Workflow 又或者是可能你Workflow的流程裡面 某一些步驟 你可能需要加一個新的Role 或者是更新它 它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Operation可以做的 這個我就不逐樣逐樣說 因為實在太多了 我們看看除了Google Sheet 它就可以做到什麼 然後有OpenAI 我可能給大家看看 OpenAI 按下去之後 其實它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做的 例如是 應該是Create a Completion 這個就是傳一個Prompt 給GPT 跟它聊天 可以Analyse一些圖片 可以用DialE來將相片 或者是用Whisper來做Audio-to-text 但如果大家要用OpenAI的Tool的話 需要在這裡做一個Connection 要做的話 首先就是你要有一條API Key 這裡首先有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 用API Key去Call的話 就要付錢 這裡會增加大家的成本 另外就是大家未必會有 美國的信用卡 來申請API Key 不要緊的 我稍後會介紹 怎樣可以避免這些方法 都可以Call到GPT 那我們 先刪除這個Nook 再看看還有什麼可以選擇 譬如有HTP Call 即是叫普通的API 可以Integrate with Google Drive Gmail Notion 大家有沒有用Notion 我就很想用Notion 跟著剛才也說了 譬如我要Post IG 由於IG的API 經常都update 我就不想經常去追著 很辛苦 不停要update 如果用這些平台去做一個整合的話 有update的時候 這個平台去做一個update 我們就會輕鬆很多 另外有Facebook Page WordPress Telegram Google Calendar Ex Perplexity AI Selix 等等 我想這裡 其實連WhatsApp也有 所以我想大家應該都很夠用 先說回我剛才說的降低成本的方法 就是用我上次介紹的Glyph 我上次做了一個每天 操作天氣和衣著的workflow 我這次也想用類似的東西來試試 但是上次我做的這個 因為我沒有專程是for IG 所以它是會在一個長方形 還有一些字會在一張圖裏面 這個就不太 favor IG 所以我這次就會改一改它 就會把它由這樣一個 拆開它做兩個workflow 第一個就是會翻回我的Post需要的那段字 第二個就是會翻回我的Post需要的那一張圖 第一個就是會先有兩個input 第一個就是即時天氣的data 以及天氣預報的data 那Prom那裡我都會reuse 但是Model我就由3.5Turbo變成4O Mini 那就是會更新的 因為現在3.5Turbo已經不支援了 那這個呢就會是這個workflow的output 那至於Gento這個workflow呢 那個input都是一樣的 都是這兩個data 那Prom我都是reuse的 但是Model又是改做4O Mini 然後這裡呢就會先拿了一個 Image的Prom 然後下去下一個 就會去做Gento這張圖 但是呢 我自己這次試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 之前都可以的 我上次是用DaoE去gen 那時候用API Call都還可以拿到這張圖 但是現在它似乎就改了 它改了做DaoE就不可以用API拿了 那我都試過其他的了 那Flux它也是block了 那所以如果想用API Call的話呢 就只可以選SDXL了 那另外就是選擇1比1啦 就是 for IG那個case啦 那這個workflow的output 就會是那張圖啦 但是大家要注意喔 上一次我介紹的時候呢 Glyph都還是有200個run的每一天 但是現在呢它已經大大地縮減到 只有20個run了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for這些case都很夠用的啦 每一天有20次可以run 但是大家試的時候 可能就要欠一點洗啦 對啦 不要不斷按 不斷按 request啦 那我們現在試一下 怎樣可以integrate 在Mac上 那首先呢 Glyph那兩邊呢 都已經cut走了 Core天文台API那個部分的了 那我全部就會在Mac這邊做 那首先呢 create一個HTEP的request 先 make a request 之後去回上一次這裡 copy回個URL 這個應該是 那即時天氣那條API 那會用get 那我都沒有特別pass東西的 整個就這樣用 那這邊paste它啦 用get 那下面都沒有特別東西的啦 那正常如果我們需要去run 那個response的話呢 這裡就要選擇yes的 那但是這次我不需要啦 我整個用 那所以就直接得啦 那然後這裡呢 rename它清晰一點啦 之後輪到天氣預報啦 那有兩個做法 可以在這裡按加 然後按HTEP 跟剛才一樣去create 又或者由於跟剛才那個是很像的 所以我這裡可以用clone 這樣clone一個出來 然後rename回它 之後回來這邊 Glyph這裡 我抄回上次那個 天氣預報那條API replace回它 其他東西都沒有東西改啦 call完data之後 就可以下去 call我們的Glyph啦 那我們首先看一下Glyph那邊 怎樣可以callAPI 首先 我們按回我們的人頭 然後下面按API 那這裡它會教你的啦 要create你的API token 那這裡我們過去啦 那這裡我已經做了幾個的啦 那我們create之前呢 我們給個名字它容易適應啦 然後按create 那就會出來了 之後我們回到那個量度看 先 我們全部的API 都是由這個開頭的 然後後面就會是你的Glyph的ID 那我們先copy這裡下去 之後找回我們的Glyph的ID 那個ID就會在上面的URL 那裡可以找到的 然後呢 然後呢 要是Post來的 之後我們加回我們的那個 那個 我們的 鍵進去 這裡按Copy 然後 按下去 之後這裡的Body Type 要放些什麼呢 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應該要放一個Input 進去的 那有兩個方法去做啦 那可以是一個Array of 所有的Input 那跟回次序 那但是我自己就不喜歡這樣的 我只要清晰一點 把名字放進去 所以我會跟這種 那我們要先construct了這個Json 那所以呢 在這裡我先ok住 但是在中間呢 我會加多一個Node 我們可以search Json 我現在要create一個Json 那在這裡呢 它會叫你add data structure 就是講回你的Json的format 那我在這裡就會add 跟回這裡我需要一個Input 的collection 那如果大家不是用我這個有Para名的 想用array的方法 這裡就選了array 那然後呢 我collection裡面呢 我就要找回我的Input的名字了 那我第一個呢 就是Wear the data current 那是字來的 required啦 有機會multi line 不知道它會出什麼 第二個 第二個 Wear the data forecast 都是字來的 都是required multi line 之後這個應該是說input 是不是required 我也是的 然後我save了它 之後這裡就說這兩個的value到底是什麼了 那其實我們就應該是拿回之前的note 去拿了的東西 那首先呢 第一個就是 Current weather data 這個note 給出來的data 然後呢 這個就是forecast那個data 然後就按ok 那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想試一試 但是因為呢 這個位置已經會叫個glyph 那已經 所以我想節省一些我的run 那所以呢 這裡我unlink了它 然後按run 那我們按run anyway 因為它不預期最後的note 是json來的 所以就會給我一點點的 warning 那我們看一下 現在出來 where the data current 是一條string 那它都幫我中間這些括號 做了passing 啊 成的了 如果我這個時候 我不加多個json這個note 直接在剛才那個hp那裡 去construct這個input的話呢 那我就要自己pass這些 引號啊 或者是line break這些東西的了 那所以就比較麻煩 那所以我就加這個note 那既然ok 那我就可以把它拉下去 然後在這裡 body type 我們選了raw content type 選了json 這個string 那由於我們是會需要pass 它拿回glyph那邊 給我們那段字的 那所以我們這裡選yes 然後按ok 那我rename它 那同樣啦 我都要加多一個去拿一張圖 那我找回我那張圖的ID 那我那邊那個input啊那些是一樣的 那所以這裡可以 照選回postig之前 我們可以runrun它試一試先 gettags已經有了 我們看看它拿了些什麼先 今天天氣大致多云 偶爾有幾陣微雨 氣溫約為17度 那是對的 因為這條APR是拿著即時的天氣的 那現在是下午4點多 所以暖一點 那我們看看圖 拿不拿到先 那它都給了一個.jpeg的URL 那齊齊 之後就可以postig啦 我們search Instagram 然後進去選 create a post 那首先呢你要做一個 connection的link 只要你有一個IG的business account 這裡跟著它做就很容易的了 那唯一麻煩的位置就是你需要開一個Facebook page給它 那但是這個Facebook page呢就是程序上的 不會public的 所以其他人見不到的 那你也是跟回APP裡面的指示去做就可以了 都很方便快捷的 那這裡我選一個photoURL 就在get image那裡 剛才是output 那這裡後面都會提提你的那個 data上一次聊到什麼的了 那我選一個output 之後caption 這裡呢就應該是之前我將那段字的 那但是由於我自己覺得 IG上面那個日期不是很夠清晰啦 那所以呢我自己在這裡 我想在那段字之前 我就先寫清楚那個日期先 那大家可以當它是好像 這個Excel或者Google Spreadsheet 那樣啦 有很多這些功能可以用的 那如果我現在這個是要用那個data 那我suppose就是要 show個now這個時間的 那但是就這樣show個now的時間呢 它會有很多時間 甚至去到秒、微秒 那這樣其實就 看下去觀感不太漂亮 那所以我會先format它 我按format date 那我如果那個cursor去到那個位呢 它會提示我 那裡應該是放些什麼的 那譬如這個位應該是date 那我就是show now 之後那個format 那它這裡都有很多的提示 它有提示的 那我想show那個 月和日的 那所以我就會這樣 那然後 然後再show 我的text 的output 那下面就可以 再下一些text location那些啦 但是我這次就不下了 那然後我們就可以run啦 那如果你不單是postig 你想post其他東西的話 可以在這裡 加一個router 那你們會見到 再按下去呢 其實它就會在這個位置再生多 其他的note出來 parallel地走的 那譬如這個是IG 那我這個可以是 Facebook Facebook 這樣create a post 那但我就不想它真的post 所以我不會link up with 我的Facebook account 我亦都沒有什麼用我的Facebook account 我只是看的 所以我不會post 那我show給大家看 那純粹 那也都可以再一路 無限地加上去 譬如這裡可以 加上link in 進去 那如此類推 一路這樣加進去 除了出post外 make還可以做到 很多不同的東西 不單是AI的東西 還有很多重複性的 其他日常工作 它都可以做到自動化 我自己就打算下一個 要它做的就是 約開會了 首先給它開會的內容 然後叫它send message 通知所有的同事 再叫同事去選擇 他們available的時間 然後由它去console 去選擇最合適的時間 再加上google calendar 訂房 如果同事很久都不回覆 還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提醒它 真是想起都爽 省了很多時間 好了 今天就是這麼多 記得like comment subscribe 如果你還沒看我上次介紹Glyph的影片 現在就按這裡 看完它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